六甘江的書劉金丹 到你燈火創作以來 作品以團統黨中創新 用學祖先把長期的專長 表現燈火丟所的事 讓燈火變成收縱片 透過鏡頭我們做回來去分享 一間一間美麗七菜平分的糧 風、露、以及焦雷 這些燈火一樣的作品 都是劉金丹老師的創作 村仔火大家說都說著火 其實村仔火不是只有火 村仔火的火是花樣很多 我們每行都可以做 無論是靈、風、無論是火焦 都可以做 這次我做的火焦 當然就是我們團統的 這個產花的技術在內 其中也有些 要打破傳統的技術 你如果用團統的技術 有辦法做不到 像立體的東西 你就是要用雕塑的概念 一行一行再做起來 這次無論是雕塑或是靈或是風 這才是生龍和善 那你如果沒有 請我們團統的生活 是出不起來的 如金丹老師說 村仔火就是生活 不一定要用在結婚、結婚 裡面 看看這兩隻 一天是母的每火漏 天在頭上 滴到大紅火 母的阿嬤菌在頭上蓋著散熱 主委還有各種昆塑 有料理辛苦比 食材冰粉 火氣悠悠 說我們的狼狼 裡面那種心心嚮嚨 有那個意境 有那個處理的所在 裡面有很多 你可以慢慢看 更新薄 裡面有很多動物 昆蟲 有很多種的心心嚮嚨 我們可以再欣賞一下 慢慢欣賞 你就會看到裡面有些東西 更新薄 裡面有些東西 大部分是 嚇我 就是我們台灣的鳥類 有些比較貧窮的 有些平常我們也看到的 剛才鳥類 就是我們的花鳥 以前 當那個 時鐘、花鐘、花鐘、花鐘 時那個感覺 把它刺下去 慢慢再欣賞 裡面當然我也有衝心 不是像春花花 因為現在有這個複合的媒材 所以我也有 用一些狼狼的東西 更加配合 這是六甲客氣別墅 現在回家 如今電影劇 20天 在拿鐵火一樣的作品 文化局長張雀芬 也希望透過電影 讓UK 拿回到 傳統和創新的鐵火一樣 殘花 講究這個殘年 然後盤折 這個綁 可是老師它本身 因為有這個木雕的 這個記憶的功夫 所以你在它欣賞它的創作裡面 看到很多件的不同以往 殘花 這種小飾品的方式 它其實有點類似 結合木雕 呈現非常這個大氣的一個氣氛 甚至有這個秀 秀線的秀的部分的 一個複合式的運用 所以它的作品真的是 跟我們一般殘花看到的作品 非常的不一樣 非常值得 我們各位鄉親 來欣賞我們這次 呂金鐵老師的一個創作個展 隔壁在會間隔的出來鄉親朋友 有機會可以來六甲 看看在地上有代表性的六甲間隔 大宗華新聞 林貴英 六甲蔡宏寶德